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嘩,這套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嘩,焗豬扒飯、肉醬意粉、封砂雞翼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車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什麼呢? 問得好,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還有我阿神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時 還有最新潮流催勢 科技新知 還有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匪龍 阿神 10號茶餐廳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每個星期 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都會在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各個神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華山論劍 節目主持 陳華鴻 嘉賓主持 周成匡 朱有發 各位聽眾大家好 又到華山論劍的時候 今個星期 繼續是我陳華鴻主持 我有朋友 周成匡 大家好 我是Otto Otto 今天有時間來到 我們當中很開心 今天要討論的題目 大家都知道 應該就是 其實我剛才開小米時事討論 現在是雨傘運動 還是傘傘運動 還是佔領運動 但是佔領區已經沒有了 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抒發一下 對這個運動的感受 我們我要真普選這個運動 我想最正式的應該這樣說 Otto 你先說 這個其實是佔領運動 我要真普選 在最後 如果他是 那個 說要真普選 他的目標 其實一開始的目標 是想 推翻 人大8月31日的決定 是 後來發展到 就是要 這個 梁振英下台 如果他 以這些目的 我覺得他還未能達到 但 剛才主持人你說 要真普選 這個 可以看到一些學生 就是 也有些人士說 因為 中央答應特區政府 答應香港人 在 這五十年北邊 是要慢慢 循序漸進 有一個普選 但是 後來搞了 就叫真普選 如果根據 基本法 看看 現在有些人就說 他根本就是 違反 這個 中央聯合宣明 違反基本法 如果 那些學生 不知道有沒有看清楚 那個普選 他就是 講 在那個 基本法那裡講 香港行政長官 是有 廣泛有代表性的 一個 選舉團 下面他也有著名 就是 什麼界 什麼界 200人 什麼界 就是 就是有四個界別 然後 就是 總共800人 由他們 推舉人出來 然後每人一票 進行普選 他所寫的 就是 他們的普選 就是這個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先對這次清場 就是 在章上的佔領區 所有人 就 清理了 或者 清理了 這個 我想第八四發生的事情 你覺得 個人覺得 怎麼看呢 你覺得是不是一個比較和平 理性的過程呢 其實 星期四那個是 因為 因為 學生已經是取消了 取消了說要抗拒 要什麼 就好像 七一的時候 那個 演習的時候 就是這樣 所以 造成大家 都是比較 好一點的 結局 這樣去清 清了場 你覺得這個結局 覺得 幾好 但是 後面 還是有後著的 我看到 影響 影響到 影響到 第四月 那天的 場面 你覺得 算不算和諧結局呢 你們有沒有看職場 我就看 偶爾有些職場新聞 這樣 因為那天要發工 看到幾點 我沒有看到 我看到 大概 三 三點多鐘 我就要 開工做事 所以不能 下午還是晚上 香港時間 下午 發生了三點 香港時間 OK 那 很早 你 好像在六點多 才 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 我搞亂了 香港時間是凌晨兩點多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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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說 警方 9點半 就說 10點半 就開了清場 搞到11點半 然後才 開始抬人 那你抬到 我這裏 三點多 都沒人躺在 那 你就看完 看完 我都頂不住 看到兩點半 我都是 都是收工 我只是十點多 11點多 開始 那 堅持一個 口號 全世界都 看著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 不會有什麼 暴力事件發生 好像說 警察是否笑口誓誓 不是笑口誓誓 而是 好像 幼稚園先生教學生 那樣 這位先生 請你們放開手 不然你會傷害到旁邊的朋友 我們會盡量幫忙你 你有需要叫輪椅 我們找個輪椅 是這樣的情況 明白 這個跟青龍王道 青王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場面 你可以看到香港人的應變能力 是多麼高 可以隨時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那這些呢 這個是自己感覺到的事情 那你之前有很多報道 那 後續不後續呢 這個說明後續 就是以後才發生 但你看到金鐘道 這個在外國兩個月那個 發酵出來的那個 那個 情緒啊 影響年輕人的 美來啊 這個會有很大很大心軟的影響 嗯 所以你說 那個 如果說到 這個運動 究竟成功失敗 根本呢 就 可以說是 絕對成功的 嗯 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呢 不要說是 雨傘運動開始 就算連佔中三子一早開始 構思 這個佔領行動的時候 嗯 大家都知道 根本是 北京是不會有任何的退讓的 嗯 所以這個是 主要的目的呢 都是喚醒香港人 嗯 你說現在香港年輕人 經過這七十多天的發酵 和在年紀前的年輕人 你猜分別有多大呢 可能不滿的警察的分別大一點的 我不想一下子強調 是啊 當然沒有 去針對某個 去針對警察 大家都要 好像昨天那樣 很好的比對 當然 以前看到很多 警察的負面的 的的確情況發生 我看如果要跟他辯護 那就隨得你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有些 警務人員 的確是用這些非常之不理性的 去執行任務 那你覺得是由上至下都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不是批評香港的警察 我們說回那個 那個運動 那個雨傘運動 其實也不要說不要說香港警察 我是非常之希望 是香港的市民和香港的警察 是可以彌補 這條 就是這麼大的裂痕 嗯 如果是香港警察 過去的二三十年 所建立起的良好形象 毀於一旦 全香港七百多萬人 包括梁振英 在來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痛 我不想說 我們小時候 老爸老母說 你還不乖 警察來了 大家都知道 警權膨脹的時代 在這樣的教育之下 長大 我們大家都是 我非常之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仍然很希望 香港的市民和香港警察 可以 看看如何修補這個關係 但是你剛才說的運動本身是成功的 尤其是發酵民主的發酵 這不僅僅是發酵民主 當然這全部都是 也有朋友親身在香港 回來這裡說的 在傳媒看到 影片 拍照 什麼都看到 很多是很溫馨的場面 不是說講民主 要爭取普選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過去十幾年 越來越淡漠 越來越 互不信任的情況之下 在金鐘 看到他們說 獅子山下精神重現 我們說70年代 大家守望相助 你幫我我幫你 大家窮得來 大家去捱 這兩項金鐘 可以再見到這種情況 這是一個很好的 對這些年輕人 是一個很好的培育 但是 你覺得運動 算不算成功呢? 我就和 周先生的意見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 如果 我剛才說了 他們開頭的目標 就是要 將那個 撤回人大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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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繼而 又說要 楊振英下台 亦都要爭取對話 各方面 在這些目標之下 他是失敗的 剛才周先生所說的 那些情景 也都 的確是 我覺得是一個 side effect 因為 香港政府 用了84枚的催淚彈 而逼出 那些市民 對學生的同情 爆發了 就有這些 佔領的行動 就算佔領三市 也都是 他的目標 都是達不到的 佔領中環 各方面 其實一開始 我 無論在電台打上去 或者批評 也都說 佔領行動 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反而 對民主 未必是爭取到一些東西 但是反而 就會使得香港蒙受一些損失 也都 最怕 最恐怕 就是有流血的運動 有流血的事件出現 也都 當時也預測了 佔領山子 能夠 能夠說服到 他本來想說服一些 中年 中產解架 那些 對象不是那些學生的 誰知道 現在就被那些學生 反而 我就說 反而是那些學生 沒有任何的包袱 任何負慮 他會去做這些所謂公民抗命 但是 現在 我覺得這個 所謂公民抗命 那些 是未曾達到的 根本 佔領中環 根本沒有開始 借助學生 要 侵佔那個 立法 議會大樓的廣場 隨即就宣佈說 喂 我現在開始了 那些進退 全部失去 就被那些學生 其實這就是佔領三子裡面的失敗 但是那些學生 他的目的也是失敗 但是 有些浪費效果是好的 就正如 好像 民主的呼聲 或者是 對政治的 大家對政治的關懷 剛才 周先生說的那個 在佔領區裡面 當然了 有一些 好像獅子山下那些 以前守望商 做一些精神會出現 但是 就要分區來說 就好像剛才 周先生都說過 在旺角那邊 清場 完全是不同的 那些人是不同的 我亦都說過 推測 他們說和平佔中 佔領是不能和平的 到時候也都會引來 一些外界的勢力 會殺控的 那時候我都預測過 果然你在旺角那邊 全部都是狗犯之地 有些是黑社會 有些什麼 也有人說 政府專門找黑社會 因為它是狗犯之地 它知道黑社會自己去搞 有反佔中人士裡面 有黑社會佔中人士裡面 都有的 這些是自然的結果 所以 但是 相反我覺得 這次的運動 雖然有所得 但是失都挺大的 實去很多 第一 就是 那個 政府的管治能力 越趋是差的 警民關係 剛才那邊我講了 也是越趋是差的 也是撕裂了社會上面 有兩幫人 也是很差的 那經濟方面 也都是 暫時好像看不到 但是 你看看我們這裡 加拿大那個 公民抗命在 Kindle Morgan 在本南比山那裡 都已經 都已經說 只是 賠償那間餐廳 都有一百萬 或者市長要去 賠償那些警務費用 這些 都無可估計 何況七十幾天 你說 如果經濟沒有損失 是什麼 當時我也有說 經濟會損失 佔領中環 你一定是 你用這樣去逼中央政府就范 不會的 我也看了 中央政府在這個情況下 你要爭取民主 那個時機不成熟 理想是很高 但是時機不好 其實它有一個贏的機會 當那些人出來了之後 佔領之後 見好就收 那它就是贏了 但是它沒有 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回來 轉頭說這個運動的 贏家與輸家 可以詳細一點說 先一聲陣回來 來 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 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回到華山論見第二節 我剛才講到 最後講到 他們有贏的機會 所謂的組織者 就是在見好職收的部分 但是我想剛才討論 你覺得整個運動 現在你說 雖然還有後續 但我們先討論 到目前這75天的佔領運動完結 到底有沒有贏家 有沒有輸家 你先說 哪是贏家哪是輸家 你覺得 輸家 就是沒有人贏 就是全香港 輸家全香港 是 贏家 我們香港的下一代 贏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他從這個 就是在一個沉睡的狀態之間 已經醒覺了 初初三子出來要爭的 其實並不是為他們自己爭 大家都是為下一代 三子的年齡 尤其是在朱牧 爭的是為孫子 兒子都不用他們爭 兒子才會出來爭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這些年輕人的想法 和年紀之前已經完全不同了 你說要爭取民主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從來沒有試過 就是一次過就可以搞定 如果是 就是拿槍去搞革命 結果又是流雪去收場 又是第二個革命再來過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說 看今天能不能爭取真普選 而做一個成敗的報告卡 所以你說贏家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是贏了的 雖然或者後來那個 佔頂拖得太長了 是領悟很多人發生反感 這個是同意的 但是問題是這些 這些對佔領有反感的人 是對全個爭取普選的運動有反感 因為只不過是對佔領的行動有反感 這是有很大的差別 可能大家清場之後 各自表態 我仍然是繼續爭取真普選 還有一個贏家 又是香港 又是香港 香港是甚麼 香港得了一面照妖鏡 誰是人誰是鬼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道德 情操方面 你可以見到是立分高下 好 阿兔你怎麼看呢 贏家和輸家 我覺得差不多 很多都是 幾方面都是輸的 我相信 先說有沒有人贏 你覺得 反而中央就 可以繞上雙手 我覺得他就 中央是人家 北京政府 他就用這個 拖字決 或者怎樣 他這件事 不是好像以前 馬上很猛烈的反應 反而這件事 習近平算不算贏了呢 叫做解決了這個 不是他解決了 他可以控制駕馭這個場面 暫時是 起碼好過六四 其實那幫人 想有六四的出現 起碼有小部分的分子 我都說了很多次 有些是想有流血的 借流血的事件 所以他在中央 哪些人 那些是本地 香港社會 某些特别類別的類別 共產黨放下臥底 那些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呢 這件事也是 上次在1470 有一個真主持 是不是現在 看了之後 可能在中方 阿爺方面 看看共產黨 是誰是他那方面 或者想看看 其實 我那天都打電話 等了一個多小時 都沒有聽 我想回應 我回應 其實就不是 其實就是 好像周三 我打進去 我打進去 一個多小時 我沒有聽 但是他這樣說 我想回應他這點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在這裏都講過一下 就是說 當時 現在我們那個 剛才周三說得對 可能真是 真是 共產黨裏面 都有一些臥底 都不定的 因為裏面 亦都是有兩個 爭奸 政權都不是那麽穩定的時候 我記得你講過 周三都說 趁這個機會 我們都是 有時機去做 但是呢 但他的根基是比較穩固的 但是裏面是兩幫人 那七個常委裏面呢 就包括 劉雲山 張德江這兩個 是比較重要的 是江派的 那就是 你看看 劉雲山就是 控制了中宣部 那他就 在 在美陳有佔中之前 就已經 扔過白皮書出來 刺激那些港人 那一個 張德江就立刻 8月30日 落閘 說兼放狗 就是說 就想看一下 你習近平怎麼說 就是想整 裡面已經有鬥爭 就想整擦習近平 你意思是說 現在港派 就應該 有的 甚至 甚至 出催淚彈也是 你那個 那個 梁振英他們是 是全部 聽爺爺說的 就是說 變了 可能就是 有兩派 一派英派 一派什麼 一聲 吹個催淚彈 接著 不可以 立刻 所以 剛才說到 香港警察 好像 跟市民有一個紅溝 其實 香港警察 我覺得 今次 是 隱仰 各方面 香港警察的付出 很大 上面又叫他 引手 這邊 我毫無什麼 舉高雙手 讀完你又舉高雙手 當然也有些警察 也有暴力 所以 這方面 剛才周生說的 你不要說 讀完你舉高雙手 沒有人見過 你舉高雙手 電視或新聞 沒有報 新聞沒有報 你看到 不是 在網上的片段 網上的片段 網上的片段 我都沒有見過 有些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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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擋棍 有些盾牌 有些盾牌 所以這方面 是有些問題 不過我不知道 就是說 我沒有在親身現場 我只是聽一些報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是有問題 另外 有外國勢力 你可以想想 外國勢力是否人家 你覺得 就不行 人家都輸 外國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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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外國勢力 全部拿外國護照 作為周永康 作為黃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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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某一個學生 出去 你說 一出了之後 一丟完出去彈之後 全部一人一營 就立刻說一人一營 那些營在哪裡來的呢 是否早有準備的呢 一人一營 沒有人知道的 接著西方就說 這是雨傘革命 革命是否想推翻政權呢 就是這樣 有人有這種居心 最後就說 不要說革命 就算這裏傳媒 你說運動就好了 他們都知道用錯詞 根本已經一早作定這些東西 所以 在那個情況下 有飯吃的 可以有飲品的 有什麼的 可以隨時在那裏 那你說 哪有這麼多人供應到這些 根據《文匯報》的分析 在那個《recycle》的東西 拆下來 大約是投資了4億元 那我不知 這麼厲害 這個是《文匯報》的補貨 那麼好 《recycle》裡面都找到證據 即是從《recycle》裡面的東西 可以推斷到 有人投放了4億元的資金 去搞這個運動 那你覺得 這是《文匯報》的 突然之間 不是你說的 要澄清這些 有些棚架是馬上來的 有些磚頭 那些全部馬上來的 可以達到一些 那你如果沒有一些支持 你說 那些學生怎麼可以做到那麼多 這就是香港獅子山下的守望精神 你問一下回去問一下 很多是自己 一放工就拿東西去 這些是沒有organize的 告訴你 錢 那些朋友是自己這樣捐去 一千幾百 一千幾百 買水 是一箱一箱的拿去 不是說找個大貨箱的去 愛國勢力支持 拿出證據來吧 麻煩 那我們先看看 那你覺得 沒有贏家 整件事 贏家就是習近平 北京那邊 其中一個勢力那邊 可以控制到場面那邊的勢力 我想北京坐在那裡 這件事 有一個很基本的就是 中英聯合聲明 是鄧小平引入外國勢力 去搞中英聯合聲明的 沒有英國都簽 為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呢 高官女頭 有誰沒有子女在外國 梁振英子女老婆在英國 你們是不是外國勢力呢 當然也是 所以這個外國勢力是非常冷凍 我可以告訴你 我也是外國勢力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中英聯合聲明就是 麥李浩 不要緊 現在已經廢了 現在正式 不是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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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已經說 這個已經沒有作用了 已經廢了 97年7月1日開始 就沒有了中英聯合聲明 我不知道大家還拿中英聯合聲明說什麼 包括梁振英政府在內 中央都說沒有了 現在 這個聯合聲明呢 他的歷史就是由 麥李浩帶上 阿里達亞那些上去 因為有一個 新界續租的條約 當然 他當年就覺得 有迫切性 就上去 就跟 鄧小平他們談 想說續約 如果他不談續約 慢慢才做到中英聯合聲明 他回去立即跟英國政府一報告 他立即做英國河湖海外 他都覺得很嚴重 做英國河湖海外 所以現在那些人還拿獅子旗 拿什麼旗出來呢? 你看看他們當時是否真的要你呢? 我明白 我們討論一下香港本地 剛才你討論了幾次 阿托利都說是綁北京 或者什麼外國勢力 剛才阿托利都說香港本地的年輕人 就是贏家 因為他們整個在事件裏面 整個75天的佔領事件裏面 都能夠有很大的成長 但你覺得他們算不算贏呢? 我覺得他們對歷史是沒有看到 如果他們看到 他們知道共產黨是怎樣做事的 共產黨我不是說他們好 對黑暗的歷史實在是贏得太少 他們沒有看到這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 沒有看到現實 他的理想是非常高的 我都說放之碎海 他也是普世價值 但他這次認識到了 那他就算是成長了 他就算是贏了一些經驗 沒錯 但這個付出代價 香港付出代價 這也是黃之鋒更加贏到一個聲譽 就是在那個封民人物 是第三 三大之一 這個也是由直直無名 他都贏了 這些是一個副產品來的 全部他們是贏了這些 但付出的代價是相當之大 香港付出的代價就是一個撕裂 現在他們不斷說 年輕人沒有出路 或者怎樣 我都說過 其實香港是有 當時周先生出了外 我和李日律師都說過 一個就是目標 普選 大家的定義是 當時中國給你的普選 和你們現在說國際標準的普選 是完全不同 那就是說 中國是 中央那裏是反口複視 那你看一下基本法 那那些年輕人 有沒有看清楚基本法去研究 那些年輕人又看清楚基本法 三子又看清楚基本法 也有很多大眾看清楚基本法 全部都跟著基本法來做事 只不過大家有不同的轉息 沒錯 就是李日就是這樣說 就是因為普選那裏的定義沒有落清楚 如果李日在那裏 我問一下他的喘息 是根據加拿大大家接受的 可以的解釋 還是接受共產黨的解釋呢? 等李日來到才來 我看他不會說這些事亂發聲的 是啊 但是我們先休息 這些是有紀錄出了街 他不是很舒服的 好啦 我們休息回來 繼續討論這個題目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和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送一兩 會為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都會在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涉驗 論盡天下正事 華山論劍 好,關於華山論劍第三節 我們上次繼續討論到這個 普選價值 我們現在繼續討論 講完關於贏家輸家 我沒有心水 你還有沒有輸家 普選的價值 剛才周生說的那些都對 李逸也是有普世的價值 就是加拿大或者國際的標準 就是普選 但是這個就是 你要搞 或者合約或者是什麼 如果李逸就可能知道清楚一點 你要知道 中國的心是怎麼想的 就是你compromise了沒有 當時是沒有compromise 就已經是宣佈 我記得李逸當時說 他認為中國和英國的時候 沒有compromise過這個價值 沒錯 就是說當然 全世界都是以你們的真普選 但是他就說 他心目中給你的就是這個 有篩選的普選 就是說變成這樣 但是怎樣去全息呢 就是剛才周生所說 怎樣去全息呢 所以這個大家是 可以割執一次的 就是變成 80年代呢 北京呢 還有一個 比較 理性一點的看法 因為當年呢 是那個 中國的經濟啊 之而此類呢 都跟今天一樣 當然啦 那所以呢 有一個很 強烈的 訴求呢 就是 同世界接軌 嗯哼 同世界接軌 那你接軌呢 那你不就是一種東西啊 就是要全方位 這個社會很公道而已 你不可以一隻腳走路 是兩隻腳一起走路 其實兩隻腳都一起走的 今時今日 不同了 已經沒有了這樣的 這樣的 衝勁 要跟世界接軌 現在是為我獨尊 我大了 財大氣粗 你個個都要找我來找食 所以呢 現在是 時勢不同 所以看法也不同 如果你同意共产党这样的转态法 也无话可说 周先生也点出了当年和现在的转变 和中港的矛盾 为何现在的年轻人的确是 同意周先生说 中国心态的转变就形成了今天 共产党的说话是不可以相信的 不是心态 当时中国也是经济要接轨 但是政治不开放 经济是开放 可以看到的 你怎样去诠释 但是我刚才说的 由于80年代和现在 中国的经济是起飞 而令到中港的矛盾强了 而间接形成了今次的运动 因为以前我们70年代 我们全部红白蓝袋 上去 电视机 上去 我们是一个救济的心态 是去 香港是600万 或者600万人口 上去上面 购物 上去上面什么 一样是 排队也不用排 用外汇捐 或者一样是 好像现在很差 但是现在改变了 改变了 改变下来 还有97的时候 我都说了 香港有一群人的心态 永远 其实心里面 一路 虽然已经是转了 但是永远 根本是心里面 特别好像李柱明 或者是 不是在大陆出生的 有一群人受过 在大陆受过共产党的 那些苦放的 那些更加 黑骨铭心 但是 有一群人在香港长大 受香港教育 受港英培训 或者什么 但是 他们 的确是精英 但是 他们到回归的时候 他们一路都没有承认到 他们那个 港人的优越感 是没有放低过 一路都没有承认到 中国的主权 所以弄到 今时是这样的 那 现在 那边强大了 就好像 周盛康先生说 已经是强国了 那边的人 下来购物 又说是自由限 那他们 13亿人口 涌入来 我们只有700万 付起来那班 都没有13亿 当年我们上去 当年我们上去 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影响相当大 那个心态 就非常不好 而 事实 周先生 或者是 李日 或者是 很多人都说过 现在 满街都是那些强国人 他们那些 各方面 那些 现在的年轻人 是不接受的 这个是事实 现在 也有很多人 向外发展 我刚刚 两个儿子 都走了去 读完书 都走了去外国 有个去英国 有个什么 即是说 向外 闯一闯一闯 他说 有机会就在那边了 或者怎么样 这里留给强国人 所以现在年轻人的心态 而且 中港的矛盾 越加深 就是 驱黄 他们开始有雨伞 运动的时候 想遍地开花 想北美开花 全国开花 去到全国家 中国人民能够同情他 但他当时驱黄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 就算是中国人民看到 都会有些问题 如果你想说 就不用客气 是 其实香港很多代人 都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嗯 美国有两个开国 缘分 一个就是说 哪里有自由 我去哪里 一个就是说 哪里没有自由 我去哪里 但其实目标 都是一样的 我明白 你讲回你的儿子 其实跟我这里一样 你跟我一样而已 看见香港 我们坐在那里应该是 坐在那里 每个都是这样 因为看不到那里 是有一些 我们会 同意 我们乐见到的 社会制度 不要说经济 我们根本完全不是经济移民 我们个个都是政治难民 其实 所以你说如果是 仍然是要 怎样去包装 这是你自己取态 但我们大家 麻烦你承认 我们是为了香港的政治问题 为了中国的政治问题 而离开香港 和你们两个儿生者 是完全一样的 没错 但是 也还有些人 不是像我们那样 腾鸡 一有事就走 即是在外国 即是在风花雪原 即是在月旦天下 他们在那里留守 你不要忘记 香港现在 不论占宗也好 反占宗也好 很多领导的人士 老一辈的那些 年轻的那些 全部都是受香港教育的 你说了不要听 我们就是受香港的奴化教育 新一代 在97年之后 是受香港的新的通息教育 哇 这个东西我不可以 不赞香港政府 现在要废除了 十多年的得称 就是通息教育 教了一班 那么聪明的年轻人 个式想法 用自己的思想去推敲问题 你看那些教材 他没有一个实际的教材 各样都是抛个题目出来 你们自己想想 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你们自己去解释 哇 教了这班人出来 原来是那么不听话 所以要废除了 所以现在香港继续发展下去 仍然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香港 也是经过这次运动之后 会是这个情况 会更加趋劲烈 即是不能改变 即是会是更加 我同意 没有解决问题 现在不静止 最相反 是倒退 即是会是更加深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还有一个 赢家 其实这班年轻人 已经开始 在想这些事情 就是 不是只是在香港 正改的题目 着脈去做事 而是深入社会阶层 金钟 垃圾回收站 就是令香港这一代人 增加一个很高的环保意识 嗯 灵感的创作 是会推动香港未来的创意工业 如果你上网看这些年轻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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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非常有创意的 你不同意他说法 真是另一回事 但是 那些 创意无限化 你是完全不可以去忽视的 明白 当一把这样的年轻人 要跟你斗长命的时候 你猜最后的性逆是谁呢? 是 阿托你继续说 那 都是啊 是斗长命的 但是 我所说 就是说 民主 就是要是 就是 当日我在电 上次打电话上电台都这么说 就是说 其实 任何的制度 他都是有他 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是 出现的 而且是慢慢酝酿的 就不是说 拼一声出来的 有些 差的制度 也都是 慢慢会衰落的 国家的强 和弱 也都是慢慢的 那现在 是 在七十年代 英国的 历史学家 湯英比 都已经说了 二十世纪 就是美国的世界 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的世界 他看得好 那时候 像周生所说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在签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 中国还是约有美人接鬼 但是 他七十年代 后期都死了 他很早就已经看到 这件事 还有他说 如果要 世界大同 都是非瑜伽思想 不行 这个是英国的 历史学家 他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他是看到 但是只不过 很多人就认为 我是左仔 我只不过就是 历史潮流 去到那里 就是刚刚 是共产党执政 共产党是很多不妥的地方 但是他刚刚强起来 刚刚富起来 但是中国人 现在和国民党执政 都一样的问题 没关党派事 没关党派事 不是说他共产的体制好 没有共产党这回事 不是说他共产的体制好不好 是北京政府 希望他能够 是有一小撮中国人 历史就是这样 慢慢潮流 演变下去 你才是意思 就是说 民主不是说 少数人去控制中国政府 所以当日张无计划 张无计划 哇 朱先生 已经循序漸进了 17年了 很长时间 在历史长河中 三十几年 或者五十几年 你看看 英国拿到民主 他是顺应的潮流 一步一步一步 由地主 manufacturer 再中产阶级 庞大中产阶级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之后 有工业革命 慢慢慢慢 中国共产党 1921就成立 1949年就takeover 整个中国 过程只有二十几年 嗯 他现在就说 你现在经过了这个 六台重变 当然 让共产党上台 一个大灾难 是 他怎么说呢 很多事情 在历史上 都是一个机遇 或者什么 当然 好像周先生说 现在趁着他党争 可以 可以有机遇 立刻推翻他 或者什么 但是 当日我也说了 很多人拿孙中山 如果孙中山在康庸前盛世 根本是没有可能做到的 但是我很同意 周先生说 咦 任何事情 我们要革命都要做 就好像 我都说一口钉 你要拔他出来 你现在 就算在这里 我都要做些事情 是傲松了 是有价值在这里 一定是有的 你说成功 傲松了 后人再去做 就容易一些 这次运动 你觉得 这次运动是傲松了 你觉得 那个机制 不是 就像周先生说 换醒了 年轻人 如果你说 在占领区 有狗策队 有回收区 有回收 那些 是创意 标语可能是 但是这些 当日是司徒华先生 在做的时候 他是做下去 是有了体制 如果今天 是司徒华先生 能够做 在世 我相信 他是可以 控制了局面 建好职收 或者怎么样 但是 不至于 比较差 我也是 说完这句 就是 好像 刘晓波 他在六四之后 有机会走 他不走 他选择不走 好像 柴玲 吴义开气 那些全部都走了 他留手在这里 就好像刚才 周先生说 如果香港人 有些也是 选择留手在这里 要把他发扬干大 到08年 这些学生 只是 我要真普选 叫个口号 完全没有一个概念 究竟是怎样去做 架构 怎样才叫真普选 你要求到是什么 其实就想推翻政府 想这些什么 这个 是很大 其实民主 是用来改善民生的 现在 刘晓波 宁愿入獄 宁愿什么 这些是正式公民抗命 利用这样去感召 去唤醒那些人 这些就是正式公民抗命 三指 还未做到这些 好 Erin Ross想回应 但时间到差不多 我不知 Octo和華叔的关系 comparable 好 你想说这才 你不是我和 我和 如果我了解华叔这次一定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根本没有人会听这帮老人家的说话 其实朱牧已经是华叔是一个很好的影子 朱牧已经说了华叔不在道之后 朱牧也是在支持着依旗 朱牧在过去两三个月所受的压力 就算华叔今时今日在道 也不会有任何可以影响到学生的作为 明白,我们先交出回来看最后一节的问题 喂,有油站啊,为什么不进油啊? 油灯已经亮了 两个街口的油站便宜一点,我打算去那里入的 蛤?你怎么知道那里便宜一点才知道啊? 去ONE CLICK RADIO的网站便知道 就是这么easy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时更新大温最低油价 而进去最新大温油价专页里面 还可以掌握大温不同地区的最upd 最底的油价 那就可以省钱入便宜啦 看完油价,顺便听到一clickradio的节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新在家国,心系香港 但是还请请不吝点赞 在关系的华山论剑 欢迎来的华山论剑最后一节 我们就谈论,刚刚闲见华叔 当然华叔,我都赞得高亡重的 我又不同意Henry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以华叔的政治智慧 我相信他有能力 可以做得很好很多 做不了很多 这是一回事 但是完全可以影响到这些年轻人的取向 我看是非常困难 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已经喚醒了 也有经过经验有体会到用什么方法去做 现在学联的周永康就说了一句说话 我等待储蓄力量下一次就在东山上去 储蓄力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台湾 什么例子 太阳花学运 现在当然的学生领袖出来竞选了 我看今次香港商学里头的中坚分子 很多都是有能力出来去参政的 当然你说他是年纪轻人 但是老实说你把他们的聪明才智 被他坐在立法局里面任何一个建制派议员 一点都不会输舍 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他们肯去参政的话 我看香港的政坛 是会有另一番新的局面 也是看回台湾 今次阿文哲当选 你可以看到 台湾人 对中国干预台湾的反应是多么大 大家有个分析 因为国民党过去那几年 跟大陆走得越来越近 所以令台湾人全面反弹 太阳花学环已经是一个起点 今次国民党的惨败 可以看到台湾人对共产党政权如何抗拒 而且民进党未必是大赢家 你看看今次是那些独立候选人 以前我这里都说 尤其在这里 独立候选人是没有机会可以赢到任何选举 但是阿文哲就告诉你 我们要不再跟随这些老招牌去做事 因为大家都有很多包袱 你说这些香港的学运的新一代 如果他要从政的话 是不是要去归边去拍任何一个政党 或者自己再去组党 或者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去选呢 我也不知道 我看过一个报导 好像是泛民没路 如果我没记错 我回应周先生 泛民是一个很空泛的 你可以新的 总之是争取民主人 你可以把他背在泛民那里 所以泛民没路 如果说泛民没路 只不过说 以后争取民主的人 都不会有机会 那就是泛民的绝路 但是如果是这些新的人 只不过是取代了 旧有的民主派的政党 这个绝对不是泛民的绝路 你回应吧 我先回应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或者是什么 柯文哲也有点绿色的 是绿色的 他没有表现自己 只不过他就是 他不用担过绿色的旗 不担过旗 他就是用独立候选人身份 另外 另外 另外说太阳花运动 也是很理想 就算以后 哪个人执政 台湾哪个人执政 他可能都要走 在经济上 他都要沾向中国 不可以靠买紧 不可以靠买紧 那个服务 其实很早已经谈了 是黄金平 他自己内部 是自己老闆店内部 很矛盾 有些人在阻挡 而搞出这件事 但是 一样 他们年轻人是有这个理想 但是政治现实 到你想到去的时候 你始终都要好像 都要好像马英九那样 都要靠近的 这个回应 这个回应 接着 泛民来说 我同意周生说 不能够以死 但是泛民是有部分人输了 当日我打电话 立刻上去 就说 湯家驊这类 是一些和换的 中间派的 比较没有激进 那么激进的 那些人 两面不是人 真是 真是惨了 当日刚刚余若薇 他们选 就把湯家驊 在公民党里面 已经是 把他的权力削弱 或者是什么 你说再去选 这些人 真是有些 如果统计来说 总的泛民 议席可能 真的会少都不定 但就不能够说 好像你这么绝对 泛民已死 我只是提出一个说话 这就太绝对了 但其中一个书家 这个运动 反而人们害怕 就是说 你会不会这么激 激的那些 也是会做到 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我刚才提到 经济那里 就是说 那些人走 或者什么 其实就是 地产霸权各方面 就是 港英时代 已经造成 好像李嘉诚这些人 动不动接 就说 我走啊 在这十几年来 他收购 超群 收购白街 收购报纸党 全部都拿了 造成 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 这件事 也都是 要搞的 其实梁振英上来 就是想对付这些 但是 在曾蔭权时代 曾蔭权 也都是 不做事的 他就 就容忍了这些人 就是 哪个造官 被人那一段时间 骂到 狗血淋头 就是造官那些 又被人扔 那些真的 很多香港市民都 同情造官那些 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哀不聊生 对 没错 到了梁振英上台 仍然都是 现在仍然都是 如果我就担心 就是说 仍然都是 有大狗 有些诈人 就是 不合作运动 我尽量 连那些 预算 政府出粮 或者公援 都不通过 或者什么 你哪里做到事 还有 你削弱了 现在的政府的 统治威信 各方面 全部一直是削弱 这是他达到目的 就是削弱 而削弱了 梁振子的统治威信 再下去的时候 这件事 就差了 你要对付这些 地产霸权 要对付这个 贫富懸殊 然后再要对付这个 年轻人出路的问题 他还会再来搞一些 后续 或者什么 只是 会越搞越坏 就是 他们 当日我就说 他们搞占中 反而香港是会差 而中国 一路 中央 他一路 就已经将你的 影响率全部减弱 当日曾以恒 在心机上 说 现在我们读书 什么都不用读 只读金融 我相信金融都没卖了 因为你要搞这件事 他立刻金融拿走 立刻 在这个时间之内 就去李克强访问 德国 去找麦克尔 搞定了欧元 和这个 李克强好像很不备 李克强好像很不备 李克强不备 你下次再说 你不备 他就搞定了欧元 用人民币结算 美国就怕 美国其实今次要搞这件事 我说的外国势力 就是 因为香港 香港是一个 人民币离外结算的中心 最大的中心 后来就给了新加坡 年初伦敦也是 到了一年底 哈帕去 哈帕又想不去又去 王毅要求他 也是上去人民币离外结算中心 一路一路 全部香港的金融力量 直接是弱了 也都搞了上海自贸区 今天又说推出天津 福建 全部的自贸区 也都是削弱了你们的金融地位 就是香港的地位 也都是在这个期间 在你们搞学运 搞这个期间 他也是跟韩国 博锦维又签了自贸协议 于是乎 所有的韩国货 不需要经 本来经一经香港 转一转进去 他直接就可以 什么了 全部不离香港了 金融的那些都没有了 就当日 曾以恒也挺棒的 他说制造业 已经上去了 转口业 就是物流业 我都说过很多次 已经没有了 你再要 再要 要拿这个 就是话语权 拿这个民主 拿来 民生 就是一路一路去丢弊 就是说 中国 不会看你这件事的 所以你用这件事去威胁阿爺 这件事是 这次的运动 目标也是错了 你上海威胁阿爺 阿爺就不管你了 是的 快点说吧 既然Otto 这么喜欢提起 上个星期六的节目 那我提一提你 因为当然我是嘉宾主持 那大题目 其实是两代的洪溝如何去解决 哦 年轻人和上一代 现在是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你们不停在强调 那个经济效益 强调GDP 你以为台湾的学生 笨到不知道 就是和大陆 没有了服贸协议 是没有达法的 你要靠拢它 然后才可以发达的 但是现在 就算连大陆 都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 我们的穷度只剩下钱 嗯 为什么那天说了两代的红溝呢 如果你的老人家 仍然是在说 钱钱钱 经济经济经济 年轻人根本完全听不入耳 你不要以为用这些东西 可以和他们去沟通 他们说他们有他们的理想 说环保这些东西 说保育 说创意 钱能不能赚到 这个可以说 这些年轻人 现在个个 好像都是 家里 就算不是富有 都是一个中产 可以 而 你三十岁 找不找工作 都不只是饿死 那些人 就是和你们一样 医食足 知荣辱 为什么你还可以和他们说 这些 喂 你找不到食 我理你都很傻 你如果一天不改变你的心态 和你年轻人 是根本不会有沟通的 所以你说 如果有话叔在那里 都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是要这么坚持 经济挂税的话 不如 全面头身去赚钱 那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 高床软枕 风衣足食 但是这些年轻人 如果他们喜欢 是要去睡街 我们也会 无限量支持 你们两个呢 我都提到这个点 就是 做得我们是 厄土很清楚 就说 现在香港的地位比起 中国慢慢慢慢 就叫做 弱化 边缘化 那 其实你也说了 言过其实 你现在 就好像今次 中英联合声明的事件 你就可以反映出 你和大陆做生意 是不是这么客气 有合同 有成 你就可以一定是赢了 在这样的 移云之下 香港的金融地位 并不是说 你在上海搞个什么特区 可以代替的 你定点来 是 你说现在 二十世纪是美国 二十世纪是中国 OK 你可能 那些高官家里 收到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也算算 但是 如果是要全面看 大哥 你以为人家会尊重你吗 你省一下吧 麻烦 我刚才提到 那个英国的历史学家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所提出的这个论点 当时也有很多人说 因为当时的道德没有没有 腐败 没有堕落 但当时有个假设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历史学家的假设 就是中国的强大 会慢慢内化到 成为政治体制的改变 长远来说 即是大家 在长远来说 大家都死了 因为我根本没有人看 但你可以看到 未来二十三十年 中国社会的情况 是否会有什么 好被人看的地方呢 但回来 我们刚才所讨论 整个运动到现在 就是后续呢 刚才Henry的好点 就是说 现在学运的领袖 可能会 在下一次的选举里面 或者在未来的运动里面 都会做一个 只是在选举的核心 或者是希望投身 我都看到有些 例子都不排除的 好像刚刚 何韵思都说 他会考虑选 这些选 就是 实选到 这些选 但是 真是变化 这就是人民政府 自己挖个洞 自己去宰内 不过 有点点不同 就是 台湾已经可以 一人一票 可以 但是现在 香港还没得到 香港还是要那个选委会 这个是不文明的 是不文明的 但是在这个阶段 就是 还没做到 只有 跟他去说 最后 就是在那个选委会 那一千二百个选委 里面有空子去转 其实 陶永强在 未曾之前 他都遇过 整支影子内阁 做些什么 这些方法是好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 下一个星期 他又立刻 改口 我看错了 其实 他那个是对的 一开始那个 你应该就是在那里做 反而就不会撕裂 或者是 一是原地踏步 他又是在那里有空间转 有空间转 那就是说 譚志源和他 对讲的时候 譚志源说得很清楚 也都是 在那方面 是有的 我们是可以和他做 那根本 香港政府回应 回应 回应什么呢 就是他最多是做到这些事情 他可以和你做的 就是做这些事情 是 对对 现在都说了很久了 那这次呢 都讨论得很热烈 但是呢 我想最后来 我想讨论 原本想讨论 就是香港政制的发展 但是我想都没有时间讨论了 但是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 林郑说过 结束了这个运动 这个非法占领事件 结束了占领 不是这个运动 结束了占领 结束了占领 非法占领街道这个行动 之后呢 就开始讨论这个政制的下一步的检讨 看看 到时候 我都这么说 政府可能在这里 又会容许更大的空间 希望换取 泛民里面 支持的人 可以最后能够过关 令到我们政制 不会原地踏步 中间有什么转节呢 要下次再讨论 这个希望已经落空了很多次了 事事所了 这么多人上街 拜拜 下次再讨论吧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 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天地有正气 习燕邦留言 下则为何乐 上则为日星 愚人 喂喂喂 你干嘛想说背正气歌 不过呀 不过呀 就要按电台 我也知道他们很正气 但也不用背正气歌 不是呀 那节目标写着 天地有正气 哎呀 此气不同脾气 你应该读成 天地有正气 每个星期四 肥龙出门 和你介绍新戏 《环冠北美票房》 还会在电影大百科环节 普论古今中外 一些对人生有影响力的 新旧电影 咦 更翌日 看电影之前 就一定要听了 天地有正气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soeasy